这真的不是我偏心 实话实说 浪漫之路直到进入巴伐利亚州境内 才开始浪漫起来 其实在巴伐利亚州的浪漫之旅 是从大名鼎鼎的罗腾堡开始的 不过 这个美丽的中世纪小镇 是和城堡之路重叠的站点 而且我们之前的节目曾经专门介绍过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 让我们继续前行 去探寻其他的秘境 去寻找更多的浪漫与美好 在浪漫之路上 罗腾堡之后 官方推荐的小镇叫西林斯菲斯特 这绝对是一座不怎么出名的小镇 但镇子上有一座十八世纪时的伯爵城堡 城堡主人的一位好朋友 却是大名鼎鼎 他就是著名的音乐家 李斯特 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李斯特很喜欢这座小镇 他曾经多次来到西林斯菲斯特 住在这座城堡里 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有了大音乐家的加持 这座小镇顿时有了浪漫的气息 音乐的细胞 融进了小镇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让原本平凡的小镇增添了几分艺术的气质 接下来的小镇叫福伊西特旺根 它是一个重要的朝圣地 因为这里的一座修道院里 据说收藏了一根基督十字架上的铁钉 这座小镇有一种充满田园气息的自然之美 到处盛开的鲜花和巧妙的园林景观 让这座小镇生机盎然 同样是没有什么大景点的小镇 但它就比巴登福腾堡州的那些小镇漂亮许多 我想是更整齐有序的城市规划 和更高的市民素养 让这座小镇更有灵气更耐看 更加赏心悦目吧 不怎么出名的小镇也有它的优点 它更清静优雅更宽敞悠闲 小镇的生活也更田园木戈与世无争 如果说这两座小镇颇有几分姿色 那么接下来的另一座小镇 丁克尔斯布尔 又必须用美丽和经验来形容了 时间关系 下期节目再为您详细介绍